注意看,这个女人收到一封邮件,奇怪的是,邮件自动播放,里面漫画的内容,竟和她现在的行为举止一模一样,好奇的女人继续往下看,漫画的内容竟然是她深藏多年的秘密。 多年前,在女人中学的时候,因为母亲相貌丑陋,她常常被同学嘲笑,愤怒的她,把情绪都发泄在日记本里,先是将合照中母亲的脸涂掉,又在上面写道,没有妈妈就好了,不料,母亲看到了日记本,想要上吊自尽,结束痛苦的一生。 一旁的女人没有选择救下妈妈,竟然想着这样死了也挺好,眼睁睁地看着妈妈死去,这件事是女人内心最深处的秘密,而这一切却被别人画了出来。 原来,这个女人是出版社的编辑,给她发来漫画的不是别人,这是手下知名漫画家小美,她立刻打电话给质问小美,为什么知道自己的秘密,可对方电话关机,她只能留言。 这时,办公室里的灯突然熄灭,门窗紧闭,女人赶紧拿起小刀自卫,但就连这个动作也一模一样地出现在漫画中。 女人陷入崩溃,第二天早上,女人的尸体躺在办公室,警察胡子哥带着徒弟小帅前来调查,监控没拍到任何人进入,他们正准备以自杀结案时,突然发现电脑上的漫画居然和女人的死亡现场一模一样。 夜里小美开着车,路上一个小女孩搭顺风车,小美问她多大了,小女孩说16岁,小美不信,认为她最多只有10岁。 小女孩表示,自己死的那年确实是10岁,小美转头发现小女孩消失不见,小美突然从车里惊醒,原来这只是一场噩梦,最近小美经常会做噩梦,身上还常常多出莫名的伤疤,她去咨询心理医生,医生告诉她,这是创作者经常会出现的现象,将现实和自己的作品混淆,让她好好休息一段时间。 小美躺在泳池里休息,而死去的编辑突然出现,她满脸鲜血,拿着手中的刀就要刺向小美,这时小美突然惊醒,原来又是一场噩梦,外面敲门声响起,来者,这是警察胡子哥和小帅。 小帅将编辑的死告诉小美,并询问小美,作品有没有其他人看过,小美表示没有,两人离开后,小美打开手机听到编辑的留言,她赶紧打开自己的下一篇漫画,收视人老赵,她将漫画中的几个场景拼接, 知道了老赵的案发地点,警察医院,她立刻开车前往,而胡子哥正和小帅聊天,小帅拿出编辑的日记本,她发现日记本的内容和漫画里一模一样,胡子哥顿时感觉不对,她看到远处大屏幕上的新闻,发现,竟然又和小美的漫画一模一样,她赶紧联系警局,查询老赵所在的医院。 而老赵这边,她是一名领诗人,正在停尸房处理一具焦黑的尸体,这时,桌上的平板突然自动打开,开始播放小美的漫画,而漫画的内容,同样是老赵内心最深处的秘密。 几年前,老赵有一个患病卧床的妻子,她精心照顾了五年,可妻子还是嫁和妻去,在收敛尸体的时候,老赵发现妻子竟还活着,俗话说,久病床前无孝子,这句话放在夫妻里也一样,老赵为了摆脱照顾妻子的痛苦生活,用果实布活活将妻子闷死,看完漫画,老赵毛骨悚然,逃跑时,焦黑的尸体却伸出手拉住老赵,随即大门关闭,柜子里渗出鲜血,一个停尸柜突然打开,老赵被关进柜子, 眼前的这个男人被关在停尸柜里,她打开手机照明,突然一个缠满果实布的鬼魂袭来,慢慢地将男人缠住,男人双眼伸出鲜血,鬼魂摘下脸上的白布,露出毫无生机的脸,这时,小美涉嫌赶到她打开停尸柜的门,看到里面的老赵正在自己掐着自己,而在老赵眼中,眼前的不是小美,而是死去妻子的鬼魂,老赵被吓得连连后退,最后自杀身亡,这时,胡子哥和小帅赶到,将小美当作嫌疑犯带走了, 警局内,面对胡子哥的逼问,小美说出了自己的秘密,原来这些漫画并不是她的原创,在她构思这部作品时,总是想不到好的创意,这时突然一个陌生人给她发来邮件,里面是一幅幅精妙的画作,小美抵不住诱惑选择了抄袭,在搜查小美家时,小帅发现了一张画稿,这样她想起了自己内心深处的秘密,她独自追踪邮件地址,来到一个老旧小区,她询问村民得知了一个诡异的传言,之前这个小区里有个孩子小赵,画的画都会成真, 而这个孩子的父亲就是老赵,小美也曾住在这里,而胡子哥带着小美也来到老旧小区,路上小美讲出自己和小赵的故事,原来当年她和小赵都没有朋友,一次偶然的机会,小美就瞎正在被欺负的小赵,两人便相依为命,小赵有个毛病,就是会突然控制不住的画画,有一天,她的话正好和邻居孩子的死亡照应,邻居便认为是小赵搞的鬼, 还说小赵是灾心,并扬言,要将房子烧掉,就在小美的漫画被编辑不选中的日子,房子被火烧毁,而小赵也不见踪影,说着说着,两人来到房子,里面竟然有一台电脑,上面,这是小赵的画作,晚上两人在饭馆分析案情,胡子哥怀疑就是小赵做的案, 但后小美收到小赵发来的短信,约她在老旧小区见面,小美抢走胡子哥的车前往,小区里迎接小美的不是小赵,而是一记闷棍,而胡子哥追踪小美的手机定位,也来到老旧小区,她看到小美的手机放在车上,立刻给小帅打去电话请求支援,小帅在路上开着车,而后座上竟然绑着小美,她问胡子哥小美是在饭店逃走的吗,胡子哥突然意识到,小帅怎么会知道刚刚两人在饭店,小帅拉着小美来到一个废弃的屠宰场,她逼问小美, 小赵的位置,原来当年在她刚刚考上警察后,路上不小心撞倒了一个女孩,为了自己的前程,小帅选择见死不救,将女孩留在车下,而这个女孩和小美的画稿一模一样,小帅见小美不说,就要将她杀人灭口,这时,屠宰场灯光熄灭,小女孩的鬼魂出现,而这时,胡子哥跟着定位来到屠宰场,她看到小美躺在地上昏迷,而小帅就坐在一旁,注意看,这个帅哥满脸惊恐,浑身颤抖,她缓缓把枪举到脑袋边, 在外人眼里是她准备要杀,而在她眼中,一只鬼手正握着枪柄,枪声响起,帅哥应声倒地,第二天警察来到现场,上司让胡子哥不要人事,姚定是小帅自杀,而小美也被警察保护起来,即日后,胡子哥发现小帅的遗物中有一幅画,上面写着美针,正是小帅死前说出的名字,这让胡子哥想起小美的上一部作品,她将漫画和现实的案件一一对比, 竟然也是一模一样,而小美这边,竟然又收到了神秘邮件,里面的漫画正是她的故事,原来,小美之前说的故事只是一部分,小赵真正画画的原因,是因为小时候老赵将她关到停尸房,她突然拥有了和鬼魂对话的能力,鬼魂将故事告诉她,并控制她画画,郁郁不得知的小美禁不住成为漫画家的诱惑,选择了剽窃小赵的创作,并成功被编辑部选中, 而火灾,正是小赵所做,她为了不让鬼魂的漫画出版,将所有的画作烧毁,但此时的小美已经得了失心疯,她将小赵呼呼掐死,拿走了画作原稿,而自从杀死小赵后,小美就换上了人格分裂,其中一个人格获得了和小赵一样的能力,而所有的神秘邮件,都是小美自己发给自己的,老旧小区里的小美想起了一切,看着小赵的鬼魂,她流着泪道歉,而小赵也原谅了她,这时在小美家看完漫画的胡子哥,赶向老旧小区, 她被藏在暗处的小美一抚头砍倒,但终究胡子哥是警察,她轻松将小美扑倒,小美捡起地上的玻璃碎片,猛扎胡子哥,剧烈的疼痛,让胡子哥松开小美,小美起身捡起斧子,准备解决胡子哥,说是迟那时快,胡子哥捡起手枪将小美击倒,接着对她说,这一切的根源都是你的贪婪,小美不屑地笑了笑,反问道,难道你不一样吗,这是桥上的漫画亮起,上面正是画着胡子哥的故事,原来当时在屠宰场, 她成功夺下小帅的枪,但在教训不珍惜生命的小帅时,枪突然走火,小帅倒在血泊中,事后,她将手枪上的指纹擦掉,把小帅的死归罪于鬼魂,而这一切都被旁边躺在地上的小美看到,胡子哥恼羞成怒,举起枪打算杀掉小美灭口,突然,一只手伸出来按住了她的胳膊,正是一旁小帅的鬼魂, 只见胡子哥的胳膊被迫弯曲,把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,枪响了,小美没有回头,而她的背后则占满了冤魂,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,杀人漫画作为韩国恐怖电影的经典作品,充分体现了韩恐注重人内心恐怖的特点,而本篇最大的一个疑点是,为什么最后鬼魂没有杀小美,可能有两点原因,第一是因为鬼魂还需要小美的漫画,杀了小美就没法通过漫画杀人了, 第二是,小赵的鬼魂已经原谅了小美,没有鬼魂找她报仇,自然小美就不会死,大家比较倾向哪种说法呢,快打在评论区里吧